2022年还没过一半 美国就发生了今年第39起校园枪劫案 当地时间的5月24号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罗伯小学发生了一期校园枪劫案 目前已经造成21人死亡 其中有19名是儿童 虽然枪劫案在美国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还是震动了美国社会 这是美国自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劫案之后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校园枪劫案 凶手是一名18岁的高中生 目前已经被学校的安保击毙 然而更丧心病狂的是 这名凶手当天开火的第一个对象 竟然是自己66岁的奶奶 打伤奶奶之后 他就带着一柄步枪和一柄手枪 开车直奔萝博小学 根据这一系列的行动来看 凶手应该是有预谋作案 而且早在枪劫案发生的前几天 就有个疑似是凶手本人的账号 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枪制的照片 刚刚从亚洲访问回来的拜登 在飞机上得知此事之后 落地后赶紧发表讲话 他生气的说 这起案件是一场大屠杀 还说是时候把痛苦转化为行动了 前总统克林顿 奥巴马副总统哈里斯 也纷纷出来发声说 应该要做点什么 我们亏欠这些家庭 但一名 因为校园枪击失去 儿子的父亲 则毫不客气的指责 总是听见这些政客们公开祈祷 说我们的心 与那些受害的家庭同在 但你猜怎么着 那些家庭根本不需要你的心 他们只想要自己的孩子 可孩子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一桩桩枪击案 已经毁了太多的美国家庭 2012年 美国桑迪胡克小学 发生震惊世界的校园枪击案 造成20名儿童死亡 20个家庭因此颠覆 很多家长到现在 还是走不出失去孩子的阴影 美国的一个网页上 记录了这些遇难儿童的性命爱好和特长 以及家属对他们的怀念 而几乎每一个家庭提起遇难的孩子时 第一句话都是 他就是家里的小天使 49岁的李奇曼 也是在那天永远失去了6岁的儿子 从那之后 他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开始研究如何保持 精神健康预防暴力行为 希望能够识别出精神疾病患者 来防止校园枪击案 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 却受到了一些支持拥枪者的抹黑和死亡威胁 在种种压力以及失去孩子的痛苦之下 他最终选择了自杀 根据美国媒体的信息 2018年和2019年发生校园枪击案的数量 均为24起 2020年校园枪击案下降至了10起 而2021年有至少31起 然而这些小天使的离去 并未进行美国社会 更离谱的是 一些枪械制造商甚至已经在研究 怎么把枪涂装的花花绿绿来吸引小孩子 甚至有家长给自己六七岁的女儿买枪 作为生日礼物 那么美国历届政府又做了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案是什么都没做 每当控枪看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盼头了 转眼之间又会在两党的拉锯之中倒退 拜登所在的民主党总体主张控枪 而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则总体反对控枪 而这次枪击案发生的德克萨斯州是一个有拥枪传统的州 事发之后呢 该州的总检察长甚至呼吁应该在学校配备更多的枪支武器 并让更多的人接受训练来提高反应能力 而最大的毒瘤还是全美步枪协会 协会的背后是更大的军火制造商势力 为了保住这条财路 他们每年都会花重金赞助美国的议员和政客 被赞助的人自然也就永远不可能支持控枪进枪 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在哪 昨天拜登在演讲当中也愤怒地问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反对枪支游说团体 可是拜登是总统 如果这个问题连总统都要去问人民 那人民又该去问谁呢